最新的刚让艾斯人永恒王冠冬左助已经上线 我们来感受一下他的实战效果 他默认登场是一个雷盾的效果 你可以通过点击奥义键切换到炎盾 也可以在技能后奥键的点击奥义键释放切换剂 这样也可以切换到另外一个形态 而当你刚释放了切换剂以后 这两个技能会有短暂的强化效果 释放了强化以后再点击奥义键 这样就会释放一个小奥义 但切换剂会消耗一个奥义点 小奥义会消耗两个奥义点 所以当你刚上手的时候 很容易就是各种切换剂以及小奥义释放 最后没有斗了 这边卡一下几段时间 利用他提升马上要好的时候 快速切换到炎盾 这样的话我们有个强化的骨架 顶过他的攻击 再次拿着牵手 把他带走 这个永恒王冬左助上手后的第一感觉 就是这个技能乱丢 好像都会打出一些不错的效果 我们开着就直接冲过去 切换剂抓去过来 他如果提升我们手里有个骨架 再顶过他的攻击 拿着牵手 如果你怕刚开始没有斗的话 可以带一个查卡拉蜜卷 舍得放通灵的话 换掉对面两个忍者 甚至穿三都是有很大可能的 这忍者的几个技能特性 你稍微熟悉一下 应该就会在合适的时机释放出来 就比如说刚刚那个骨架 可以顶掉对方的攻击 并且有一个吸附的效果 雷盾主要是一个快速位移攻击 然后炎盾常规形态的两个技能 有个远距离起始的效果 想要释放徐总的户 必须要在炎盾技能后要阶段点击奥益释放 常规技能后要阶段点击奥益 是一个射箭的效果 而如果你想释放鸭天狗的话 是必须要在强化炎盾技能后要阶段点击奥益 才可以释放 再次利用骨架顶过他的攻击 他这一波中段取消 游戏已经结束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